我坐车 美女坐不坐车啊 我不坐车 哭了 怎么一个女孩子在路边哭呢 发生什么事了美女 刚才我跟我男朋友吵架了 他跟我分手 就把我拥在这路边 我对这里人生又低不熟的 原来是跟男朋友分手啊 是啊 看你人也不错啊 怎么会分手呢 到底什么原因啊 就情侣中的 放几句嘴那种而已 他就跟我分手 那他那个男人 也太不懂得珍惜你的吧 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他都舍得抛弃不要啊 人家多少人啊 梦寐以求 都想做你男朋友呢 大哥你就别说笑了 哎呀不说笑 既然分手就分手呗 到不了重新找一个呗 你看他都不懂珍惜你 那你未来伤心难过 值得吗 对吧 你说的有道理 现在很多女小啊 随时便便都能找得到一个了 说不讲比她还更好的呢 是吧 那你要不要坐车啊 我不坐车 那你在这里哭也不是办法 天都要快黑了 我都没有地方去 我家在外省呢 外省的啊 是啊 哎呦 你看 那你附近没有什么同学朋友啊 没有 这里都不熟悉 那你就算回家 你也坐不了车了呢 你这里去到车站好几十公里的山路呢 今晚就是没有车了 赶不上了 你看天又快黑了 我又没有车坐 大哥 你能不能行行好啊 哦 一个拉摩地的啊 我能帮得上什么吗 能不能去你家 借属一晚啊 去我家 是啊 你帮帮忙吧 你看我一个女孩子 我又没有地方去 天又快黑了 地方又不熟悉 你就帮帮忙吧 你 你就不怕吗 我家 你 要不认识我 我们受不相识 大哥 我看你应该也是好人 你怕什么 难道你家里面不方便 有老婆还是有女朋友啊 没有 我家就我一个单侦探 没有老婆也没有女朋友 但是 你还怕什么 我一个女孩子我都不怕 那 毕竟家里面没住过女人啊 大哥 只要你答应我 给我借属一晚 你想怎么样 我都答应你 真的吗 真的 那这样啊 反正我家里面也没别的人 方便 只要你不爱吧 我怕什么 我一个女孩子都不怕 难道你害怕 我不怕 不怕 那就是啊 是啊 那就住一个晚上 明天我送你去车 太好了 谢谢你啊 大哥 上车吧 好 我怕 吃完了 到了 这就是我家了 这里就是你家 是啊 条件的简陋一点 千万不要介意啊 不介意啊 只要有个容身之处挺好的 我感觉这个也挺好的啊 就将就一个晚上吧 啊 大哥啊 刚才啊 我一路跟你聊回来 我觉得你这个人啊 又会关心体贴人 你怎么还是单身啊 其实啊 我一直也想不通这个问题 平时我为人比较实在 要有上进心 就是没有女朋友 一大把年纪了 大哥啊 你别着急啊 像你这种啊 人又好 长得又帅的 肯定大把女孩子喜欢你的 哎 可能现在啊 男多女少啊 找女朋友不好找啊 我们村 不单单是我 还有好几十个 年纪比我大的 比我小的 都有 没结婚 没有女朋友的 单身汉的 哎呀 又不单单是我一个 哎呀 分味道而已 你别着急 哎呀 其实有句话 我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什么话你说呀 哎呀 刚才我在路上啊 一路开车也挺紧张的 其实啊 我觉得你挺不错的 你看 你现在 也没有男朋友 我也是单身 要不 你考虑一下 做我女朋友怎么样 做你女朋友 是啊 大哥啊 你人是挺好的 但是你突然说 让我做你女朋友 这太突然了 要不这样子吧 我们今晚啊 好好的深入了解一下 然后我再考虑一下好吗 那也对啊 刚见面我就说这种 未免太焦急的一点 那行吧 我们今晚呢 互相了解一下 到时候你考虑好了 再答复我 也不晚了 那行 但是你不要太激动啊 我考虑好了 我就会主动告诉你的 哎呀行啊 我怕我今晚啊 搬来不去硬是睡不着啊 那我们先进去吧 进来吧 哎呀美女 昨晚睡的还可以吧 睡的挺好的 大哥啊 真是太麻烦你了 你看你借属我一晚 现在还要你帮我去买牙说 哎呀没事 我平时啊 大意了啊 一个大男人没有准备这些东西 那你去哪里买啊 我们村里面就有小麦不 那要多久啊 几分钟就可以回来了 几分钟啊 是啊 那现在这里哪里有馒头卖啊 我想吃馒头 馒头啊 馒头要跑到镇上才有的 镇上啊 那能不能麻烦你 帮我去买点馒头回来啊 哎呀不讲这种啊 你想吃什么我都给你买啊 我想等一下在路上啊 带点那个馒头 饿了就可以吃了 那行行行 还需要买什么的吗 不用了 就买点馒头就可以了 那我直接去镇上啊 那太麻烦你了 半个多钟估计就回来了 好 那你在家等我啊 帮我自己加一下 再说慢点啊 好了 鸡鬼来了 昨天晚上还说存了几万块钱 老婆本的 房间我都放了个病了 都没有找到 到底放哪里了呢 这 这么多钱 哎呀 再干多鸡蛋啊 都告我买车买房了 趁他现在还没有回来 我赶紧走 开了 咦 什么门是开的呢 咦 什么门是开的呢 美女 美女 没反应呢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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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没声音呢 美女 美女 不对啊 要找鸡蛋 应该跟我说一声啊 哎 我抽屉怎么开了 哎呀 我的几万块老婆本呢 嘿 嘿 完了 完了 肯定是上当了 那个美女 肯定是趁我不在家 把我的钱都拿跑了 难怪啊 刚才特地支开我 要我去镇厂买东西 原来是给她留时间啊 哎呀 上当了 越是漂亮的女人 越不难相信啊 啊 利用我的同情心 哎呀 几万块啊 存了我好几年啊 不行 我马上去看 我马上追回来 不行就报警了 哎呀